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田汽车全天维持横盘走势 盘中再次触及前期最低价1.83元 截止收盘 股价暴1.84元 当日成交3124万元 作为中国品种最权 规模最大的商用车企业 福田汽车却一直走下坡路 净利润从2012年13.5亿元 到2017年降至1.12亿元 如今半年更是巨亏9亿元 大盘持续新低 大多数的散户并没有赚到钱 因为上涨的总是那么几只股票 追热点 第二天就会被套 所以现在的行情只有做涨停复制才能赚到钱 因为在大盘不好的情况下 散户不敢接盘股票 强势的股票主力没法出货 所以正能拉升股价 所以散户如果尽早的学会我的涨停复制法 那就尽早的会吃到肉 每天收盘后 我公中A股财女将 继续用独创的涨停复制法 挖掘看好的热点龙头股票池 每天挖掘的都有次日买入机会 半年报显示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216.63亿元 同比下滑5.53% 净利润亏损9亿元 同比下滑986.19% 期间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分别为16.8亿元 17.0亿元 1.69亿元 分别较上期增涨19.52% 8.4% 1% 148.63% 对此 公司表示 净利亏损原因 主要系程用车同比增亏5.1亿 以及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政府补助项目同比减少等 事实上 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原因 还是与宝卧汽车的亏损脱不开关系 2014年 福田汽车为了打开乘用车市场 以500万欧元将宝卧品牌收购 但自进入中国以来 围绕着宝卧的质疑声就从未断绝 销量跳崖式下跌 亏损巨大 如2017年宝卧汽车净利润亏损2.7亿元 2018年上半年 宝卧在中国和印度的亏损额近7亿 不过 福田汽车并不想撒手 2018年6月 福田汽车董事会决定同意向宝卧汽车增资441亿元 一次性注资到宝卧汽车 显示出了福田对宝卧有足够的信心 业内人士表示 如果新品牌开局不利 没有站住脚 后便通过努力反败为胜的案例 目前还没有 然而 福田汽车主营业务一直处于亏损却是不争的事实 数据显示 公司上半年扣非净利润亏损10.1亿元 而问理财注意到 福田汽车自2014年至2017年起扣非净利润分别亏损付5.55亿元 零下6.72亿元 零下3.77亿元 零下8.30亿元 有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期间公司规模净利润却未出现亏损 主要归结于出售资产以及政府补助 数据显示 期间政府补贴分别为7.27亿元 9.02亿元 8.57亿元 3.74亿元 若依靠出售资产 政府补助偷生 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而二级市场的股价也做出了选择 2018年以来 公司股价已跌去34% 更是进入了一元股梯队 与此同时 截止二季度 仍有179,639户投资者在苦苦守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で下级市场合算是在世界的最高部分 好有点加速接下来 我们下级市场合算是一位阶段的 缺币对比较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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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原谅队战事产失败 2号丶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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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丶能3号丶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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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à